KEMA又迎来了一次重大的更新 这次更新的重点就是AI真的全面的融入到了设计里面 我很少会这么说 但是这次的更新让我感觉到 AI真的在重新定义我们设计的方式了 很多我们以前需要花很多时间要靠技巧的流程 现在变得更加聪明更加直觉了 就像是随时都有一个设计助理在你旁边指导你一样 这影片就会带你快速了解KEMA最新推出的七个好用的功能 那首先第一个全新的功能呢叫做复制艺术样式 这功能非常的好用 这边呢我准备了两个元素 那如果说我喜欢这个咖啡杯它的一个设计的样子 但是呢我想让它变成一个线条状的形式 我喜欢这个蝴蝶结它线条样的形式 那我怎么可以把这个样式去运用到这个咖啡杯上面呢 我就可以用复制艺术样式 我可以选择这个蝴蝶结 然后点击这个新功能复制样式 然后呢这边就有一个复制艺术样式 但是大家要注意呢 这边它有一个皇冠的标志 就代表你需要去升级到KEMA才能够需要 那如果说你想免费的去体验一下这个功能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KEMA的30天的免费需要 就可以让你免费无限的去使用KEMA的各种高级功能了 选择完之后呢 我再选择这个咖啡杯 现在呢正在处理当中了 那现在呢就处理完成了 你可以看到呢 刚才我的这个咖啡杯呢 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线条的样式 还是保持它原有的设计感觉的 所以这个复制艺术样式的功能呢 真的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的好用 接下来一个全新的功能呢 就是你现在可以在KEMA里面 找到非常多的3D图像了 你可以来到左边选择元素 然后这边呢找到3D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边都是3D的元素 有不同的分类 像是图示贴图 角色表情符号 食物生活风格 创意抽象等等 那比如说我选了这个火箭 现在呢它就展示到我画面上面了 你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 这个能够让你拖动的标志 你就可以移动它 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3D元素的全貌了 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角度 那这上面呢 你也可以去搜索一下 比如说我搜索网球 去看一下有没有3D的 那可以看到呢 这边就有一个3D的网球 我是可以挪动它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旋转3D 这边呢可以选择靠左旋转 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靠左旋转了 然后呢可以看到它的背面是怎么样的 也可以呢去看到底部的正面 这个呢就能够去让你去旋转 这个3D的图像 那接下来一个功能呢 就是Women Camera 那这个功能呢就是能够让你在设计的过程中 你可以有个助理一样 你可以有什么问题都能够去直接问Cama 比如说我现在在设计一份简报 它的一个封面 我觉得我这个标题呢 不太能够吸引到观众 我就可以选择这个问Cama 然后呢我就可以直接问它了 我想要有更加有吸引的标题 还是关于插画艺术的 然后看一下 那在右边呢 它就开始思考了 那这边Cama就提供给我3个 更加有吸引的标题了 花枝美感从双手开始 走进花的世界 创造你的专属故事 让插花点亮生活的每一天 那我可以选择它 然后呢它就立马去更换了 然后呢我再调整它的版式 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不需要去到其他的地方 在Cama里面呢就能够去完成玩的设计 那假如说我要去问它整体的设计是否能够调节 我也可以选择问Cama 这边呢其实它有一个提供设计建议的这个选项 我选了提价评论 那这边呢它就给我反馈了 你的花椅照片色彩很美 也和文字的温暖感很搭 现在文字在大片的橘色上面呢 是有点被周围的碎纸片压住的 我会让橘色区域稍显更完整一些 让那句主标语更安静的被看到 画面也会更舒服 那假如说我对这个插画呢 我想让Cama来帮我找有没有更加类似的 更加符合标题的这个其他的插画形式 我可以问Cama 然后呢它就帮我去生成了这样的影像 如果我想要的话呢我就可以直接选择它 接着呢它就替换成了刚才那个它生成的图像了 所以这个呢就像是我的这个设计助理一样在旁边 我有什么需求就跟它提 然后呢它就会实时的去给我反馈 那接下来就要介绍Cama全新的AI设计模型 这边Cama在他们的公告里面呢已经写到了 这是他们全球首创的一个设计人工智慧 在过去几年Cama一直在打造新一代的人工智慧 强大直觉并且是专门为创造力而生的 那这个呢就是最新推出的Cama的设计模型 这是全球首个经过训练 能够理解设计全部复杂性的AI模型 与生成静态图像的模型不同 它能够理解设计的方方面面 从结构到层次再到层级 品牌和视觉逻辑都能够在几秒钟内创建完全可编辑的内容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以前用AI去生成的设计影像呢 它都是一体的都是固定的 但是现在Cama推出了这个全新的设计模型呢 它是能够让你去生成的设计里面呢 你能够去找到不同的设计层级的 那可以来到Cama的首页上面 然后呢你选择这个Cama AI 这边呢可以找到设计 这边我可以选择让AI去帮助去生成社群媒体的这个内容 可以选择不同的格式 那假如说呢我选择去让它去生成Instagram的贴文 这边呢去描述想法 比如说我让它去帮助我去生成一则贴文 我想要去告诉我的观众 我有一个全新的YouTube新手陪宝班即将开始 价格为997美金 实际为89 去让它去生成影像 那这边呢它就在思考如何去设计了 那这边呢它就帮助我去生成了不同的设计了 比如说这个呢 所有的文字影像呢都是符合我的一个主题的 然后每个文字呢我都是能够编辑的 然后比如说这个呢是另外一种形式 那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格 这些文字呢都是可以编辑的 所有的这些文字包括图片呢都是能够去修改的 那这个图像呢我也是能够去让它更改成另外一个图像的 比如说我输入搜索的就是一个人创作影片 那它就给我更多这相关的内容了 比如说可以使用它 你就可以看到呢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图片了 所以这个就是最新CAMBA的这个设计模型 它不只是给你一张图片 而是说这个图片里面的每一个图层 你都是能够去修改 能够去改变的 还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风格 在左边呢我们要提要求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去输入文字 就能够让CAMBA的这个AI模型 去根据我们输入提示词呢 就生成更多新的创作了 而且我们在选定一个设计之后呢 可以选择右上角这个使用CAMBA编辑器 然后在这个编辑器里面呢 我们就能够去做出更多的设计操作了 那接下来我介绍就是呢 CAMBA的AI能够快速的去帮助我们去生成设计还有元素 那这边还是在CAMBA的编辑器里面 首先来到左边这个设计选项 这边我们不光能够去选择一些设计好的范本 同时我们可以去描述一下我们理想的设计 比如说我想让它去帮助我去生成房地产 投资入门直播教学的简报方面 然后呢我可以选择去让AI来帮助我产生设计 那可以看到呢 这边CAMBA的AI呢就帮助我去生成设计了 可以看一下 总体来说呢还是非常的简洁 然后是符合我输入的这些提示词的 我就可以根据这样的版式进行修改 还有呢就是CAMBA的AI呢也能够去生成元素 在这边元素选项里面呢 它这边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分类了 比如说形状、图像、照片、视讯、3D、表单等等 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去搜索元素 比如说打网球的元素 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图像 但如果说你有个比较特别的想法 但是在CAMBA里面呢你找不到 那就可以让CAMBA的AI来帮助我去生成相关的元素 那我想让CAMBA的AI呢去帮助我去生成 一个生日蛋糕 然后蛋糕上面呢是有一只蓝色的独角兽 独角兽的翅膀呢是粉红色的 这边选择产生影像 那这边可以看到呢就产生了四张图片了 是符合我输入提示词的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CAMBA全新的品牌中心 你可以来到CAMBA的手艺上面 然后呢选择这个品牌 那这个功能呢也是带有环温的标志 就是需要你升级到CAMBA Pro才能够需要 那可以看到现在这边呢有所有资产这个选项 那这个品牌功能呢就是能够去包含你所有的品牌元素 那可以看到呢这边我已经创建了我自己的品牌元素了 如果说你想创建额外的品牌工具组在这边选择加号 就能够创建一个新的品牌工具组 然后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所有资产 所有资产呢就包括这些 准则标志颜色字型品牌口吻照片图像图示图表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加号 这边你可以选择新增加资产类别 这个呢就是新的类别了 类别呢就是像这样子的 像是标志颜色字型品牌口吻 比如说我添加个直播 这包含我直播的一些品牌的元素 那如果说我选择区段呢 它就是类似于所有资产 你可以把它分成一个全新的大类 比如说对于创业方面的设计内容呢 我想要去单独的给它进行品牌的分类 然后呢我把直播去放到这个大类里面 就可以看到我创业的这个整体的这分类里面呢 就包括了直播的品牌元素 然后呢我可以再选择新增资产类别 包括教学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 创业类别里面就有两个的资产类别了 所以这个全新的品牌功能呢 就是能够去提供更多的自定的分类 以及更多的灵活度 你就可以更好的去分类你的品牌元素 包括在你使用CanvaEI的时候 你输入了你的想法 然后你可以选这个加号 这边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去套用的品牌工具主了 这就能够让CanvaEI生成的这个设计内容呢 是更符合你的品牌元素品牌风格的 接下来呢就要介绍Canva全新推出的邮件设计 你可以来到首页的范本里面 然后选这个电子邮件 这边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电子邮件的范本 你是可以直接选择的 比如说选择它 然后底下呢会有更多类似的范本 如果说你想使用这个范本的话呢 选择右边的自定词范本 那这边就会展示给你这个邮件的具体的样式了 你可以根据它的这个范本进行修改 在左边选择设计 然后呢你也可以找到更多其他类似的范本 你可以需要 你甚至还可以使用CanvaEI 来帮助你去生成相关的设计 那这里面呢你可以做出很多的编辑 比如说你要去加入链接 那这边呢你就可以加入链接 这个按钮呢 就是能够直接去点击 调整到另外一个网页上面的 然后这些文字呢你是可以去修改 如果说你想重新去建立一个空白的文档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在Canva的手机上面选这个建立空白的电子邮件 那这里呢就会让你去从头开始去创建电子邮件 你想要去加入任何的东西呢都是可以的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加入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去加入文字 你可以选择快速动作 在这边呢选择加入标题 然后呢选择让它去居中 你就可以看到你就编写了这个标题 然后加入一个标志 然后底下呢你再选择去加入其他的文案 加入内文 在这边呢就可以加入内文了 这样呢你就可以开始去编写一个邮件了 在你编写完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右上角传送测试电子邮件 在这边呢输入搜索人 然后选择这个传送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那在测试完毕之后你可以选择这个分享 你可以链接到你的Gmail 或者说呢你可以选择下载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这个格式 你就可以下载它了 然后就导入到你自己使用的 邮件影响平台上面就可以了 这些Canva最新推出的功能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使用Canva 并且解锁CanvaPol的30天免费需要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Canva教学 你可以点击这部房里面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里面的网络 喜欢这部影片 顶赞 不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追踪我的IG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